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 杂志天下 记者是专门在恒水中学蹲点了十来天 近距离来观察恒水中学它一大特点就是时间管理 放假一般人都要说放几天几天假 而到了恒中是用几小时几分钟来算的 你比如高三两个星期放一次假 从周六下午的五点二十放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总共十四个小时零四十分钟 有些高三班级在教室前边还摆了一个倒计时 红色字体特别显眼 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 多少小时 多少分钟 多少秒 人家是以秒来计算时间的 这种紧迫感还不仅仅是高三 你看这个 高二倒计时九天 精确计算的背后呢 就是对时间的绝对管理 从早晨五点四十起床 到晚上十点十分 熄灯 这学生的每一分钟啊 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此外 网上流传一份这个恒中作息时间表 有已经毕业的同学说呀 其实啊 吃饭时间没有四十五分钟 到了高三呢 一般五分钟左右吃饭时间 学生啊 都是跑着去食堂吃饭的 每到就餐的时间 总有执勤的小黄帽 拿着这个小喇叭 穿着喊 同学们不要奔跑 注意脚下安全 但大家呀 依然跑啊 跑得飞快 其实并没有人 逼着学生吃这么快 但谁都不想在吃饭上 多花时间 成为最后一个 进教室学习的人 这些抢时间的做法 同学们呢 自己都不能确定 到底是被动适应呢 还是主动追求呢 当然 这种氛围的形成 离不开学校 在时间管理上 所花的心思 学校食堂 它花样众多啊 有中餐 西式 还有面点 所有食物呢 有一共同特点 都是打好了 放在一个大碗里 全部啊 都是盖胶的啊 学生 你不用一个菜 一个菜去选 你点一个品种 刷卡 立马端走 几秒钟 就可以完成 除了学生 老师这个教学啊 也很有 横中的特色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 走过不同的班级 你可能就发现 不同的老师 在讲着 一模一样的课程 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教案 甚至呢 说的是一样的 那个金句 这种复制粘贴的课堂 是这学校的老师 研究制定出来的 最优教学方案 我们刚刚说到的呢 都是外界 对横水中学 固有的印象 那是A面 对吧 杂志就说了 在这A面之外啊 人家横中的同学 也有人们所看不到的 另一面 一两万学生 十六七岁的同学 聚集在同一所学校 这本身就是青春啊 压抑不住的青春 那就是横中的避免 所以啊 杂志就说了 对于横中 咱们也不能简单的 就给它标签化 那明天就到高考了 我们就祝福所有的考生 也祝福每一个 正在拼搏的人 好 继续回来 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啊 很多商场都上演了 相似的一幕 就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 一百米冲刺的这个速度 向这同一家店铺啊 狂奔 即便眼睁睁 看到手机摔地上 他也全然不顾啊 商场门店 刚刚要准备营业 安全门 那闸门还没有升起来 这些人呢 都等不及了 匍匐在地就往里钻呢 你瞧见没有 这下轮的场景 都有点像这个 这个上司篇这个 这个釜山行了 那他们争着 抢着 这是要干嘛呢 答案是 抢衣服啊 原来啊 在当天 某服装品牌 他上架了一款T恤啊 这T恤呢 是跟一个时尚潮牌 推出的联名款啊 那数量很有限 价格呢 比较清明 只要99元 这就引得很多人 疯狂的这个 在那混抢啊 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 开售前一天晚上 有人就偷偷的 藏在这个店里呢 来过夜 为的呀 就是能保证 明天早上能抢到 还有啊 从进到店里面的人呢 进门是直奔那个T恤去啊 衣服 尺码 看都不看 拿到就往包里塞啊 有的顾客呢 甚至直接把那个 模特身上的衣服 还有人 为了争抢同一件衣服 都扭打起来 双方啊 互不杀手 这混乱的场面 真是让人瞠目结识 有店员就说了 开门才五分钟 衣服呢 全被抢完了 哄抢过后 模特断胳膊断腿 门窗玻璃 被挤碎 这个店啊 就像被打劫过一样 这种疯狂的抢购场景 是不是似乘相识呢 你看几个月前啊 猫爪杯引发抢购狂潮 那依然还历历在目呢 这一回T恤遭到疯抢 有人就说这个企业啊 你这属于这个饥饿营销 那企业呢 在发售之前 它造势啊 说这是最后一次的合作了 以后就没有了 你看 末贷款 再加上限量销售 这就引爆了抢购潮 一些黄牛啊 他也看到商机 他就低价抢购 那再以高价呢 卖出本来九十九元的衣服 一夜之间 他给他翻了个十倍 当然了 饥饿营销 能成功 还是在于很多人 有一个消费习惯 喜欢跟风啊 他们这个心态呢 就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更要有 就认为啊 大家抢的 那一定就是优质的资源 那我得想尽办法 也要抢到手 哪怕破坏规则 破坏秩序 也丝毫不在意 还有的那就更盲目了 根本就不知道 大家在抢什么 但看到别人抢 赶紧加入啊 我也抢 说有一位偶然路过的大妈 还以为大家抢什么呢 不要钱的 免费的衣服 于是呢 加入到人海当中 冲锋陷阵 有人就说了 哄抢商品 哪家强 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这些年轻人啊 这抢衣服的样子啊 就像极了 大爷大妈抢鸡蛋啊 纸巾食用油啊 甚至比大爷们还要厉害 那现在呢 有了一种趋势啊 好像只要是 针对年轻人的贩卖 什么都有可能成为 断货网红 他们在意的 不是你商品本身 在意什么呢 这件商品 能为我带来多少 附加的这个价值 所以要我说呀 遭到疯抢的联名T恤 实际上呢 是年轻人 被奴役的 一种消费欲望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面有 江苏扬州交警部门 联合两家外卖企业 就开展了一个 景企 共建共治行动 主题呢 是文明出行 安全送餐 这个行动就要求啊 从六月份开始 就集中整治 外卖送餐车辆的 交通违法行为 如果有外卖小哥 他违反了交通法规 那交警在处理之后呢 还会把相关的信息呢 推送给这外卖企业 由这个企业呢 实施四级叠加处罚 怎么一个叠加处罚呢 就首次交通违法的 将停止他接单一天 那累计两次违法 那就停两天 三次呢 停三天 如果因为交通肇事 被追究刑事责任 这企业将立即辞退 不再录用 这么一项规定 就获得了一篇点赞 要知道 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火的外卖 给人们的用餐 是带来了便捷 但呢 也给道路交通安全 带来了一些隐患 一些个外卖小哥 他送餐的时候啊 为了追求那速度 就不顾这个交通法规 什么闯红灯啊 逆行啊 超速啊 就造成了一些个交通事故 我们就拿这个江苏南京来说啊 有数据统计 2017年上半年 涉及到外卖的 这样的交通事故啊 得有三千多起 另外苏州啊 平均每一个月 都有近百起 这相关的交通事故 你说说 如果连最基本的安全 你都不能够保证 那吃货 又如何能安心享受那美食呢 这一回啊 江苏扬州 推出了一个叠加处罚的方案 就相当于呢 给外卖小哥的送餐之路 带上了一个安全的紧箍咒 既能够加强 对外卖小哥的管理 把监管落实到个人 又能倒逼外卖小哥 增加交通安全意识 做出文明出行 安全送餐 不过在这呀 咱们还想说两句啊 制度的紧箍咒 虽然能在短期内 让外卖小哥 降速 但想让他们不再超速 还得想办法 在他们的工作待遇 这个改善方面 咱们得提提速啊 要知道啊 咱们外卖小哥 之所以分秒必正 这归根结底啊 还是在于咱们外卖企业的 记筹方式 以及严格的这个惩罚 这个机制啊 一味要求他们 要准时送达 迟到就罚款 那说到底呢 想要彻底改变现状 企业也需要 转换一个考核思路 给外卖小哥 更多的基本保障 松一松油门 再踩一踩刹车 才能够 让外卖小哥的车 真正慢下来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稀奇的 南都周刊文章标题 当童年神剧 有了高清版 每一代人呢 都有他心目当中的 经典神剧 比如六零后七零后 那个时候追的呢 叫渴望 那八零后九零后 他们追的呢 神雕侠侣 还诸格格 当年追剧的时候啊 那可以说是 沉迷其重 不能自拔 但这一晃 这么多年过去了 很多人就碰到 这样一个情况 当你满怀期待 想要重温 这些个经典剧 往往发现 心中的经典 已经不堪回首 自己根本就看不下去 为啥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剧院 那个画的质量啊 那实在是太感人了 因为年代久远 存在严重的色差 还有的经过多次的转唇 那里画面呢 边缘都成了巨尺状 成了名副其实的 扎像素 这个视频网站上 对这些个老剧 经常啊 有各种吐槽 全城都是奔跑的 马赛克 这画质 用儿童手表看 都富裕了 有平台统计啊 很多经典老剧的 器具率呢 非常高 因画质太差 在一分钟之内 放弃的呢 占到将近百分之七十 咱换句话说 画质成了很多人 回忆经典的最大的障碍 吐槽 激发 斗志啊 这不从去年底开始 经典影视剧的修复工作 提上了日程 几家视频网站 利用AI 这个先进的科技手段呢 对老剧呢 进行一些去造 去模糊 去抖动啊 据说呢 速度快的团队呀 一周就能修复一百多集剧 画质修复啊 它是一门技术 同时呢 它也是一门艺术 修复工作 它并非是为了炫技 除了修复画质 还要尽可能保持 这个作品那个年代感 所以呢 你得把不同的电视剧 修成不同的样子 有的呢 还得要修旧如新 而有的呢 就必须保持要修旧如旧 经典老剧经过修复 扎像素呢 摇身一变 成了高清版 那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也来观看 有网站监测到这个数据变化啊 说这些修复之后的老剧啊 哎 九零后 零零后的观众呢 它占比都超过了六成 要我说呀 这就叫老剧换新颜 年轻人呢 他也能爱上老的经典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汕头一家店铺 推出了双拼粽子 一半呢 是甜的豆沙蟹 一半呢 是咸的蛋黄香菇板腻肉 咸甜完美结合 这一推出就成了爆款 人们纷纷感叹 以后再也不用为吃甜的还是吃咸的烦恼了 要我说呀 甜咸双拼粽 这是粽子界的和平使者 胡周一位爸爸用废纸箱给那俩儿子呢 制作各种玩具 每一件玩具啊 都是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来量身定做 您瞧瞧 这是他给孩子们做的恐龙套头玩具 这是用奶粉罐加纸皮做出的滑滑梯 还有这是废纸箱做的棋盘 就连那棋子呢 也是用这个纸皮做出来的 看完这些玩具啊 有人感叹 又是别人家的爸爸 崇敬一位八旬老人 在鹅卵石上画水彩画 蝴蝶 琵琶 孔雀 一块块普通的鹅卵石 摇生一变 成了一件件的艺术品 这就叫点石成画 又到毕业季 湖南社外经济学院一位同学 晒出他大学四年吃过的食堂饭菜 总共有九百多张照片 什么盖椒饭啊 炸酱面啊 土豆丝啊 红烧鱼啊 虽然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款 却感动到不少的网友 大家啊 纷纷也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光感叹 那些曾经吃腻的味道 现在呢 都成了日后的难忘回忆 英国一只海鸥 发现了一个面包 但这面包呢 被塑料袋裹着 于是呢 这海鸥用嘴这么一顿操作呀 很快把塑料包装给撕开 成功吃到了里边的面包 这就叫一顿操作猛龙虎 吃货海鸥很威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自媒体文章标题 让人满头问号的迷惑行为 已经成了网友新的快乐源泉 最近啊 迷惑行为这个词呢 活了 所谓迷惑 用标点符号来形容 那就是满头的问号啊 指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你像前面疯抢这个T恤啊 就让很多人迷惑不及啊 一件T恤至于抢成这样吗 这些人都不用上班的吗 其实啊 迷惑行为啊 那最初是起源于这个日本啊 迷惑在日语当中有什么意思呢 打脚啊 贴麻烦这样的意思啊 迷惑行为啊 就指那些给别人带来这个困扰的行为 比如在公共场所吸烟啊 在图书馆大声的喧哗呀 过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呀 所以呢 如果你漫步日本街头 看到禁止迷惑行为这样的牌子 你可不要太迷惑啊 不过呢 迷惑行为到了中文的语境呢 那意思就更丰富啊 除了给别人添麻烦是迷惑 一切让人琢磨不透的 一切奇葩搞笑的行为 也都属于迷惑行为 我们就拿朋友圈来说啊 那就是迷惑行为的重灾区啊 比如有的人特别喜欢在朋友圈晒他受伤的照片 这些人呢 也被戏称为是伤痕文学作者 顾名思义呢 就是一切伤痕都可以拿出来当朋友圈的素材 切菜切到手了 其次你去摔跤了 发这样的伤痕照啊 可能是想收获一波心疼 但对于不太熟的人来说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呢就有一点迷惑了 哎呦血淋淋的多吓人啊 这到底有什么好晒的呀 有拍照的功夫 还不能赶紧包扎伤口呢 再比如前不久 有个新闻呢上了热搜 说有一男生啊 为了给女友一个惊喜 竟然啊 把那口红啊 放在火锅里 捞起来的时候 那就成这个样子了 看着都油腻啊 口红不能用了 火锅不敢吃了 哎呀好气 但是呢又好笑啊 有人就调侃说 男孩的心思你别猜呀 他们总是能把一件浪漫的事 做得让你迷惑 不过呢 也有人就说了 这些搞笑的迷惑行为 现在已经成了 我的快乐源泉 感觉所有的烦恼 都在这迷惑呀 哈哈当中啊 消解了 这就叫何以解忧 唯有迷惑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类词 高虎表情报 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啊 人们都喜欢选择高清这个模式啊 画面更清晰嘛 看起来呢更舒服 但在表情报界呢 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这画面模糊啊 越模糊就越抽象 反而呢越受欢迎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高虎表情报 最常用的高虎表情报啊 有这么几种啊 第一种是经典流传类啊 就是一些经典老剧的截图 由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 那画质呢就不清晰啊 自带高虎效果 但因为画面台词特别有趣 所以呢很受欢迎 你像最近比较火的 鱼女无瓜 就属于这一种啊 画质很扎呀 但效果很棒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是代代相传类啊 这一类高虎表情报呢 最原始版本呢 是比较清晰的 但因为太火了呀 转发的人太多了呀 而每一次的转发呢 那系统都会自动压缩它的大小 越火就越糊 越糊就越糊 慢慢就形成了高虎 那真叫一个 红红火火 晃晃乎乎 瞧见没有 高虎表情报 其实呢是很高能啊 好 再来推荐下一个瑞词 叫征绩情结 指的是呢 对一些人啊 是啊 的真生 还有一种执念 举个例子啊 一幅世界名画 在网上很轻松 就能找到它的照片 而且呢 还能放大来看 每个角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但那些有这个 征绩情结的人呢 那就不一样啊 他绝不满足于此啊 哪怕看过无数次的照片 还是想啊 我有朝一日 一定要真的到那美术馆 博物馆去观摩一下 那大师的征绩 还有 一些个追星竹 也有这样的征绩情结 对于他们喜欢的偶像明星 不管买了多少张的唱片 看过多少次的这个视频 都觉得不过瘾 一定要去偶像演唱会的现场 远远的看一眼真人 另外 有些个吃货呢 也有这个征绩情结 他们如果喜欢上了 某一个地方的特产 那一定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吃行 到这个美式的原产地区 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那个风情 要我说 征绩情结 那也是 真爱百分百呀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在杭州一些中小学的校园里 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新同学 就是照片上这个小鸡 不过呢 他们去学校可不是念书 相反是去教书的 教什么内容呢 生命教育 原来啊 最近这一段时间 杭州不少学校都开设了生命教育课 最普遍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呢 就是养鸡 让同学们从复旦开始 见证着小鸡的诞生 还给他们起名并呵护他们成长 于是乎啊 在杭州这些个校园里啊 一个个小鸡舍呢 是拔地而起 里面住着挖掘鸡 无人鸡 才科夫斯鸡啊 不光校园里 这学生的家里啊 也不失良机啊 很多老师呢 把这都当做一项这个家庭作业 让孩子把这个小鸡啊 带回家里去养吧 对孩子们来说 养小鸡呢 很新鲜很有趣啊 对这个家长来说 那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你像有家长就吐槽啊 说孩子 把这个小鸡带回家 养了两三天 孩子就不感兴趣了 那养鸡的任务呢 就全落到 爸爸妈妈身上 为了确保那小鸡 能健康成长 哎呦 每天上班之前 得给这小鸡 准备营养早餐 下班第一件事啊 就是下楼去遛鸡啊 原本是布置给孩子的生命教育 到头来呢 反倒成了家长的养鸡培训班 另外 还有家长啊 对这种教学的方式 表示这个质疑啊 城市里的环境 其实不太适合养鸡啊 如果小鸡因此不幸夭折了 那岂不是和生命教育的本意 背道而驰 有教育专家就说了 杨小鸡式的生命教育 出发点呢 肯定是好的 但这个生命教育本身啊 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 不应该局限于 这么一种形式 真正的生命教育啊 应该贯穿于 学习生活当中 小园里的花草树木 公园里的蝴蝶小鸟 这都呢可以用来 向孩子们揭示生命的意义 通过老师啊 家长的引导 让孩子们呢 学会尊重生命 热爱生命 但如果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为了养儿一养 那非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反倒有可能 伤害到这些个小鸡啊 那是适得其反啊 要我说 生命教育语 可别只是 鸡鸡赋鸡鸡啊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有一姑娘啊 发帖 说自己在回复 她老板微信的时候呢 只回复了一个恩 结果呀 被老板批评啊 你要么回复好的 要么回复恩恩 你这是基本的微信礼仪 一个细节呢 就可能会损失一个客户 或损失一张订单 哎呦 对此啊 这姑娘就觉得委屈啊 不理解啊 甚至呢 准备辞职 这么一件事呢 就引发了讨论啊 有人就觉得 哎呦 这老板小题大做啊 不过呢 也有人就觉得 这老板没毛病 你只会一个恩 的确呢 让对方觉得 有点敷衍啊 不够诚意 还有人就建议 不光是恩啊 一个字的样 哦 恶 好 都尽量不要用 那问题就来了 恩和恩恩的差别 区别有那么大吗 说到这个叠字啊 人们首先想的就是 儿童 他们的语言 含有大量的叠字啊 吃饭饭 睡觉觉 就感觉特别萌啊 因为人们对孩子 有着天然的喜爱 所以呢 就连带 对他们这样的语言习惯 也自带好感 因此呢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比起一个字 你用叠字呢 比如恩恩 哦哦耶耶 往往给人呢 活泼可爱的感觉 就创造一种 充满同趣的氛围 当然了也有例外 比如 呵呵 哈哈 最好不要随便用 此外 回一个字和回两个字 看似呢 是一字之差 但背后的前台词呢 却千差万别 字越少 代表我越忙 代表我的时间 比你的时间更重要 我你之间 有区别 所以啊 回复一个恩 表示已悦 但对不起啊 我没时间再打第二个字了 这就让对方啊 觉得哎呦 不受重视 而回复两个恩恩 就代表 我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 跟你聊一聊啊 来维持咱们俩的关系 当然了 如果你表现得太过于热情 那也会有困扰 一个天天发哈哈哈哈 萌萌哒的人 别人会觉得 你只会搞笑卖萌 没什么内容啊 看来啊 聊天 还真是一个技术活 咱们且学 且使用吧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 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